下面我们开始讲五行的东西 五行就是五行去端个性 五行本身就是我们有个性的 上杰克也讲过了 就是目主人 活主理 土主信 金主义 水主智 这个东西我给大家讲过了 春天是生机勃发 为少阳之气 为人 夏天为火 是老阳 老阳就热烈热情 礼貌 土呢就是 土就是厚德载物嘛 忠诚讲信用 金就是秋天肃杀 是吧 这种义果断果决 谁是流动的 这种智慧 就是人者乐山 智者乐水 就这个意思 那么他遵循着一个道理 就是原则 这个我之前讲八字 讲七八字 六遥 不过七门对起来 都有这种特征 就是过犹不及 这是我们的儒家里面也经常讲 过犹不及 就是 某一方面 如果过旺了 他就变凶 变凶了 这个木就仁慈 是吧 如果木变得太旺 就变成固执坚强 活住礼 是吧 但这个活太旺 就变成冲动 就好像礼貌热情 就是比如说 你去给 去别人家做客 人家非常热情的 招待你 是吧 这个热情 是比较热烈的 感染性的 但是 这个礼貌不能够 过于礼貌 过于礼貌 就变得有点冲动了 就有点 不守规矩了 就有点 不知 分岁了 就是变成一种冲动了 图主信 是吧 图主信的话 只能比较忠诚 讲信用 这个图过旺了 这就不是信用的问题了 就变成笨了 就非常的笨 就你跟他说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你跟他 你不过负他 他就不干什么 就是就方言 就我们的 就拨一拨 转一转 就像那个按钮一样 你转一下 他就转 你不转一下 他就不转 你再往东走 他又往东走 你不跟他说话 他就真的站着就不动了 这是这个意思 就是忠诚的人 都对后过于忠诚 就变成了愚笨 金主义 金主义 就是侠客 这种东西 但是太旺了 就变成暴力 暴躁 就好像这个侠客 喝多了酒 就开始忽乱杀人 忽乱杀人 就变成了暴徒 就这个意思 水主智 智慧 但是智慧过来头 就变成狡大轻浮 就这个意思 他就是 这个命主 除了呈现日干 所代表的五行星星 就是你是假牧民 你是冰火命 这些东西之外 他还要受最旺的五行的影响 最旺的五行 比如说你虽然是冰火命 你是冰火命 有诸礼 但是你的五行 水特别多 那么 是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 那么 你 也会比较出智慧的特征 就这个意思 另外 主要是看月之 月之 是占据百分之四十的力量 它就是 如果地之有三合三会 也会至少占到二三十的力量 这个大家就多多去注意 然后 它就是 我们还可以去公位 根据这个公位 公位就是指的是 年月日时的位置来断这个个性 当然这个 就说是看是谁了 它已经不是看五行了 就是日元代表的是 命主的新性的载体 它是个载体 但不是个性本身 比如你是个冰火命 你是个假牧命 这个冰火就是你的日元 日元是冰火假牧 它是一个载体 它是一个载体 就你的个性最终是其他的五行 跟这个假牧发生作用 展现出来的东西 是代表你的个性 但是假牧本身不代表你的个性 它只是一个容器 只是一个容器 那么月之是什么 月之是精神追求 比如假牧生在五月 是吧 这就是相关 那么你的相关行性就很明显 相关就代表创新能力 不服管束 像自己去做的事情 喜欢自由 喜欢挑战 这就是月之 就是你的精神追求 也是你个性的根基 日之呢 是你内心的状态 日之就是你的内心 比如说假银 假银 你某 是吧 就是做在笔节上 就是日助 日干跟日之 是笔节的关系的话 所以代表里如一 比较坚强 比较坚强 比较容易坚持 如果做官杀就不一样 做官杀它就一直刻着你 日作七杀 性机伶俐 就好像你 你坐在一个针上一样 坐在一个针尖上一样 你坐不住的 你只能在家跳起来 就这样就急躁反复 你坐在硬上就不一样 在硬上 它是硬是生你的 就好像你坐在一个 很软的东西上 你就愿意坐在上面 你就不愿动它 你比较安详 做诗神是比较有内秀 因为日记本身 就比较有内心 诗神就代表 你的口才 表达 想法 爱吃 爱玩 这些东西 比如内秀 然后天干的诗神 是外在的个性 就是天干特殊的这些东西 财官印 杀 结 都是你的外在个性 特别是凶神 凶神 天干你特殊的凶神 不是特殊伤官 即使这个相关没有根 是吧 没有根 它只要不被刻 它都会表现出明显的个性表现来 而不是你天干上有一个正印 这个正印即使没有根 但是只要没有被刻 它也会表现出正印的新型了 因为天干主外 外就代表外在的个性 就这个意思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还是从五行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就是墓主人 是吧 墓主人 姓直 就是比较直帅 比较直帅 过了就固执了 是吧 就是墓圣的人 这个大家理解 是墓圣的人 不是说日元是墓的人 是墓圣的人 墓比较旺的人 风姿秀丽 轻受 为人有博爱测饮之心 质朴无味 当然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就是它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你说墓圣的人就轻受 为什么 因为墓望可土 墓望可土的话 土弱了 它就稍微瘦一点 是吧 是这个意思 但是它也不是非常非常绝对的 知道吧 但是墓望的人 相对来说不太胖 长得比较高一点 就是跟树 你想象它是一棵树 一棵树 这别的高啊 瘦啊 比较仁慈啊 比较质朴啊 就这个意思 如果墓过望就不要了 墓过望的人就比较耿直 爱管闲事 爱管闲事 老是喋喋不休 老是爱说 老是热心长呀 就这个意思 也容易多出善感呀 出家修行啊 就你看这种热心大姐啊 知心大姐的形象呀 还往往就是 把这墓比较旺的人 因为你以前上学的时候 班里面总有这么一个知心大姐的形象啊 就是 呃 担任什么班 班干部呀 啊 就是生活委员 是吧 啊 这种人 啊 谁的事都都都都愿意操心 关心啊 你小区里面的这些大 有些老太太是非常热心的啊 往往就这种人啊 那就是火啊 火煮礼 煮礼貌 啊 礼貌啊 这些姓急啊 就太旺了就急到了 那么火剩的人啊 精火剩的人就像一团火一样啊 啊 就是火焰生腾啊 就是精神闪烁啊 为人恭敬有礼 做事直接啊 但是火太旺就不要了 火太旺就好比来说 点了一把火 你本来想取暖来 就把你房子给烧了啊 那就这个东西代表冲动啊 偏激啊 啊 给你造成伤害了啊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不好了 所以说 嗯 通过我们虽然是在讲周一啊 讲八字啊 讲五行啊 其实也是在讲做人的道理啊 就是啊 任何事情都要掌握一个分寸啊 过犹不及啊 过犹不及啊 那么土呢 土就是主性啊 主性 其性重 重啊 就是这个土是比较稳重的 是吧 啊 可以想象一下城墙 城墙 是吧 啊 这个打地啊 这境是比较稳重的 不稳重呢 就是这个墙就塌了 墙塌了 这个土就裂了 崩裂了 那是发生地震了 是吧 啊 啊 那么土圣之人一般的 圆 啊 圆腰身肥啊 这个容易理解的啊 就土圣的人土主肠胃啊 那就是 土主肠胃啊 肠胃比较好啊 也代表这个肉是吧 他的身体肌肉 肌肉就比较胖啊 声音会比较濁 为什么 因为土重金买 是吧 金代表声音啊 金望的人声音比较亮 土重金买的 的话声音就偏浊一点啊 土主信 所以说为人忠诚 致孝啊 就是往那些大孝子啊 啊 一些忠君爱国的一些意识 意识啊 甚至是有点这种 叫愚忠的人 比较愚忠啊 就是他这明明保的是一个昏君 但是他还是要保他 是吧 啊 就是国家灭亡了啊 他就他还是要去赴死 是吧 这种人 就是这种人啊 言必行 行必果啊 土旺太旺 就是头脑就僵化 欲拙不明啊 内心 内向好景 这种人就是很笨的一个人 你跟他说什么 他也不理解 不清楚啊 但不理解不清楚的人 还有一种 就是销身多实的人 就是不清楚啊 土旺旺的人 本身个性上 也有这个特律啊 他就是金 嗯 金代表什么 金主义 是吧 金主义 信刚 呃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把斧子 一把宝剑啊 就这种情况啊 所以说金旺的人 金主骨骼呀 是吧 就是有骨架 骨架大 个子高 声音比较嘹亮 啊 就这个意思 声音比较嘹亮 啊 为人刚毅果断 书才仗义 甚至廉耻 我之前给大家 嗯 讲过 就是 他 咱们可以用个形象来代替啊 金就代表 金旺的人代表 侠客啊 侠干利的 啊 这个意思 然后那个金太旺 就是有勇无谋啊 贪欲不仁有杀气 就是 就是 就是这种 这种 这种 有些 有些人就是虽然很有侠意境 但是很通明 叫智勇双前 是吧 有金顺的人 但是反过来 金太旺为祭了 这个人就有勇无谋 就是他鲁莽啊 深远猛将啊 有杀气 但是呢 又很鲁莽 变成了张飞了啊 你可以认为 金顺的人 刚刚好就是关羽是吧 金过旺为祭了 就变成张飞了啊 这个意思 然后呢 再讲水啊 水主智啊 水主智啊 水主智 这个代表 聪明啊 这个聪明啊 那么水旺的人 就语言清和啊 说话呢 往往是身词熟虑 足智多谋 学识过人 他很聪明啊 太过就不一样 他过的人水太妄为祭神的话 没有被克制 这个人就好说是非啊 就因为搬弄是非 脚大脚大啊 飘荡贪淫 行驶反复啊 脚大就好像春秋战国的时候 那些谋士一样啊 有些人就是很厉害啊 舌战群儒 有些人呢 他就是脚大反复无常 性侵不定 也有这种人啊 上面呢 我们讲一个案例啊 这个案例呢 就是 当然这个案例呢 其实我们没有说 呃 完全只用五行去分析的 实际上也用了诗神啊 下节课我们会讲诗神嘛 也不然是先提前说一下 比如说水主治是吧 这个巴子是鬼水生在四月 鬼水生在四月 你会发现这个巴子弱不弱吗 他实际上是不弱的啊 鬼水生在四月是临开地 是吧 他不他不弱 是吧 但是鬼水在害水上 我们说啊 日坐比肩或劫财的人 什么个性呢 比较刚强 表里如一啊 实际上呢 还是人子 还是个劫财 啊 这个水特别旺了 水特别旺 特别旺 水很旺的话 那这个人就是水 水的这种特质就很明显了 他同时有水的个性 跟火的个性啊 水主治很聪明 很聪明 容易把握商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天干 就是这就是室审了 天干凸主 商官 甲己和嘛 商官和煞 我们这样说 名仰万里 是吧 商官和煞 名仰万里 啊 就代表这个人 人挑战 敢于挑战 敢于做一些困难的事情 别人不敢干的事情 他敢干 他干成功了 那就那就肯定是 他获得知名度啊 是吧 成为英雄 好汉啊 这种情况 然后地质还有阳刃 是吧 地质还有阳刃 这都是洞刑 商官啊 七杀啊 啊 劫财啊 阳刃啊 都是洞刑啊 这个人肯定是金杀嘛 而是个性非常强的一个人 这个一个个性非常强的一个人 这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个人啊 他就是呢 随大神木飘的 你看月族跟日族 还是天刻地冲 啊 私骇相冲 啊 就是一马冲 是吧 啊 就是比较漂泊 啊 那就是水旺也漂泊嘛 这种人呢 还有商官七杀这么旺 这种人是不适合上班的 做生意可以 做生意呢 也是老货行业 老货行业 另外呢 这个人就是七杀是 几土是 爱他非常近的 你看 七杀在月上 就直接克他了 当然他也不怕克嘛 啊 不怕克 但是七杀贴身的人 这个人就比较怀疑 啊 就是 如果这个拔子再弱一点的话 这个人就比较懦弱 但这个拔子他身旺 啊 身旺的话 他能当这个七杀 但这个七杀呢 是那种杀气 我老是感觉周围有危险 啊 有危险 就充满怀疑的人 就好像曹操一样啊 曹操说我夜间会杀人啊 所以他就 曹操肯定拔子里面 就是七杀贴身 他自己又不弱 能够有身杀两天 这种人呢 对人都怀疑 是吧 就怀疑 然后呢 他又伤官跟劫财 伤官呢 就代表挑剔 劫财呢 又代表蛮横 不执 所以说这个人 他就是不太好 容易去 跟别人不太好相处 这个人 不太跟别人相处 所以说不适合合伙 合伙呢 反而会失败 不光破财 因为他是有个劫财 不光破财还伤着人情 就这个人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人很聪明 是吧 很有魅力 这个人是挺有魅力的 比较魅力 因为三观和煞的话 名仰外 有知名度 有魅力 他容易成为中心人物 在一个场合里面 他容易成为中心人物 明星人物 但是在做事的时候 他能够接接很多朋友 但是在做事的时候 他最好是自己做 不要去跟别人合伙 跟别人合伙的话 他老是指手画脚 老是不相信别人 老是打乱别人的计划 老是反复 最终别人就跟他相处不来了 就本来是朋友了 然后愉快合伙做事 做了做了就完了 散伙了 就这个意思 就伤了人情 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多 大家自己想象一下 很多很多人就经过这种情况 就是他这个人很厉害 感觉非常的厉害 跟他合伙做事 做了做了就不行了 从朋友变成了仇人了 最终 这就是我们 选择一个配偶 觉得你一生的幸福 选择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决定了你的财运 能不能好 就是未来几年 甚至十几年的一辈子的财运 也会决定 选择一个好的下属 选择好的一个同事 一个好的领导 对吧 这都是非常关键的 就每个人来说 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这个就可以通过 八字分析的个性 来表现出来 好了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呢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就是可以 我们可以在 就直接在这个 定层里面问就行了 问的话 我会直接回复大家的 好了 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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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